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本节目由葵花魏康宁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魏年膜 止痛更致痛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你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好赞吧 当然是要和好 你认为你们之间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呀 就算有也能解决 太多了 根本没法解决 你认为姐弟人是问题吗 当然不是 虽然我们年纪有差距 但主要相爱肯定我们在一起 现在压力太大了 我实在是抗不弱了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陈先生23岁来自黑龙江 电器工程师张女士33岁来自天津 新媒体运营 有请两位有请 看小片的时候就基本知道什么意思了 要分对吧 对 不分是吧 对 过得不快乐是吧 挺快乐 挺快乐呢 干嘛要分 家里那边不同意 这借口找得可真好 来 过得快乐吗 快乐 快乐 所以不能分 对 不能分 对 你这个逻辑是顺的 因为快乐所以不分嘛 对 你这逻辑就很不顺了 因为快乐但是要分手 这不是给自己找苦吗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快乐的 但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插进来 就导致我现在 不是 你们俩的感情快乐不就行了吗 但有其他原因 啥原因 不快乐呀 啥原因 父母的原因呀 父母啊 父母有什么原因 父母不同意呀 那你咋那时候不听父母的话呢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不同意呀 你会不知道 我不知道 跟父母生活了二十多年 你找一个比你来稍微大一点的女生 他们不同意你会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对 你未来妻子 只有经过父母的同意才能进门 是还是不是 只要他们不同意 你就不会谈多久 感情多好 快不快乐都不考虑 只听父母的 是还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那为什么放在她身上就是了呢 你看啊 我提的这些不是我想提的 我相信是这姑娘脑子里 引扰了很久的问题 对吧 对 谈了多久 谈了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 就我放假出来玩 看她走在路上长得挺漂亮的 我去邀了个微信呀 然后呢 然后两人认识 认识追了一个月就谈上来呀 然后这就两年下来了 对 突然就提出分手吗 对 就是今年过完年之后 她跟我说分手 那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什么 怎么就突然提出分手呢 因为过年嘛 我想的是 就是相识的经验 我想在那个时候和她结婚嘛 然后我就跟父母说 她年龄那个事 当时我没想到父母的反应 会这么激烈 咋激烈呀 这个我也没法形容出来 就是家里人因为这个事 闹得挺僵的 然后 见过她吗 见过 是 来 视频见过 视频上见了 对 然后呢 然后我妈妈那边就是 也是因为整天想这个事嘛 拽了一下 然后你就决定分手 对 那就分呗 但放不下呀 谁放不下谁呀 我俩都放不下呀 你确定吗 你也放不下 对 更放不下 放不下怎么着 就这么谈着 但是呢 我发现了她那个父母 可能是个借口 因为她最近的表现 也不太正常 就像 她之前 好久没有联系的前女友 然后突然加了微信了 我觉得就是很奇怪这件事 要解释一下吗 这当然要解释 要解释 要解释 因为我跟前女友她妹妹 我们关系一直挺好的 你跟前女友的妹妹 关系一直挺好的 对 这又得转一道弯 然后呢 过年的时候 我跟她妹妹拜个年嘛 然后她跟我聊聊 她姐姐的事情嘛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加上了 加完我也直接和她说了 我感觉这个无所谓啊 还挺巧 今年这年过的 而且我看她那聊天 删了一些记录 她肯定是不让我看什么东西 因为她说了一些 虚寒问暖的话 然后我也问了问她嘛 我怕她看得会不开心 我就给删了呀 不是 怎么这时候还虚寒问暖呢 对呀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你都虚寒问暖了嘛 她还问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对啊 那你咋说呀 我说挺好的呀 是挺好的啊 都要分手了还挺好的 那个时候没要分手呀 因为我们是打算 今年要去领证的 谁跟谁领证 我们两个呀 然后我就跟父母说嘛 说她的年龄 然后就没想到 父母反应那么大嘛 本来可能 她和前女友聊天 我可能不会 她有这么介意 但是就联系到 最近要和我分手 这个事儿 就是怀疑她了开始 你看 你还看她的记录啊 聊天记录 就是我有她手机密码 我们两个手机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看 所以你发现有删除 对 为啥删 我就怕她看着不开心 因为当时关系挺好的 我不想让她看到那些 不会啊 要是你前女友问说 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你说我们俩感情挺好的 马上结婚了 那你删她干嘛呀 是吧 你是这么小的吧 对 你看 还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可以说 还有一个就是 也是她的另一个前女友 去年的时候的事了 其实 然后给她送电视台 那个是怎么 她家是做那个的 然后她给身边的所有朋友 都送了 让我们给她测试一下 然后也送了她一个 那是商业行为 这个你想多了 对吧 这不是个商业行为吗 所以是不是现在 女生对男生 有点不太信任 对 是 就主要还是因为 她要和我分手 我现在就有点怀疑她 然后特别是有一次 我俩去拼车出去玩 然后因为车里有个人 所以我坐在后边 她坐前头 然后我有事想跟她说 但是我就给她 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我都看到 我的头像弹出来了 但是她根本就没有点开 她还和别人在说话 你们俩坐在一辆车里 你要给她发微信 为啥 因为我不想让 这拼车的别人知道 是非常隐秘的事吗 也不是特别隐秘 但是我就是 不好意思 把自己的事说出来 所以给她发微信 然后你就发现 她在回别人 对 然后就不理我 冷漠你了 你好敏感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是 这么敏感的一个人 一个男人喜不喜欢 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对吧 但是最近的态度就是 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在才胡思乱想 她是不一样 因为人家想跟你分手啊 对 对吧 然后我纠结原因是 可能不止她父母的原因 可能是她 你纠结原因干嘛 分了不 不就完了吗 因为人家想分了 我不想和她分呀 主要 还有啥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 给双方各定了 一个月的期限 就是想着我俩最后 快乐点过着一个月 就是让我俩 别有遗憾最后的 然后我当时 正在她家屋 给她收拾东西呢 然后看她写个本 就把我不回消息 啥的都记上了 我就好奇 为什么这么记仇呢 不回个消息 还给记本上了 啥本 就日记本 记啥 就记我不回的消息啊 就是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好的 你怎么不写一点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写啊 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俩 刚才听起来 有一个细节 我倒是注意到了 说有一个 在一个月之后分手是吧 对 一个月之约 把最后一个月过好了 不留遗憾 对 这谁提的 我提的 就那时候 你已经决定要分手 对 但是经过这段相处 还是舍不得 所以说来这儿 求助一下节目组 不是 那这一个月过得咋样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 对我来说 这一个月根本就不算数 就想和她好好在一起 那你在这一个月当中 做过挽留的动作吗 做过 我给她爸爸妈妈 打过电话 然后也说过我俩情况 还有以后的规划 她爸妈虽然现在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 我俩只要一起努力 应该可以的 毕竟这个事到现在 先隔两个月 我们先不说这个 就除了给她爸爸妈妈 打电话之外 你还做了些什么 其实和平常一样 就那种过快乐的日子 就不提分手的事 对 不提这个事了 对 这个很有意思啊 特别 像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过家家是吧 挽留过她吗 挽留过 你做的动作 就是给她父母打电话 对 对她呢 对她就是 说我们以后的规划 然后她想结婚的话 也可以 那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也可以 我都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不要彩礼 房子也可以一起租 这些后期 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的 只要嫁给她就行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人家父母怎么回应你 其实和她说得差不多 可能就是我年纪比她大 然后不太同意 但是其他理由也没有 我相信我们俩只要过得好 她父母应该会同意 过得幸福 对 幸福 只要不想你爸妈 就特别幸福 对 现在你爸妈 是你们幸福的绊脚石 他俩是为了我好 对 怎么叫为了你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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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后咱们再聊 我就发现那日记本一上来 有很多疑惑就被解开了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诱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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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usproare 也行 哦 但我又不想让她那么跟我过一辈子 你都说了吗 不领证也行吗 你只要爱她就行吗 一直爱她就行吗 这个信心有吗 我能一直爱她 但我不能接受我们两个不结婚 啊 你为啥不能接受 你们俩不结婚 因为他跟我说 我想跟我在一起 就是想结婚的 我自己内心接受不了 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回应 所以其实嘴里面说的 很时髦很时尚 甚至前卫 说你们这些巴拉巴拉的 讲的道理 我都听不明白的人 骨子里跟我们这些 巴拉巴拉人的 这个婚姻观是一样的 你没有那么前卫 婚姻观一样 就不找个大十岁的了 你当时在街上 看到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比你大十岁吗 后来知道 你不已经找了吗 客观行为已经发生了吗 对 后来知道怎么了 后来知道不是迷上了吗 主观意识也没有改变 对吧 你还是那样 所以你并没有那么前卫 他比我大了 你父母难道 你难道不知道 你父母是建议你 找一个比你大那么多的吗 我当时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你当时不知道 所以什么都说 我小啊 我没考虑那么清楚啊 你小 没考虑那么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干嘛说 我们要结婚啊 就是想结 对啊 就是想结就结啊 不行啊 我要听我父母的 我不能让他们伤心啊 那就分吧 不行啊 分了我难受啊 我就非 我过不去了呀 所以来这问问嘉宾老师们吗 别贪嘛 你们俩其实是一类人嘛 这个也贪 这个也贪嘛 会走到一块 走到一块 两个贪婪人 你知道贪婪到最后 是什么结果吗 我不管别人 我俩肯定会幸福 你们俩现在幸福吗 现在幸福 我觉得幸福 这个拉扯是挺幸福 是吧 你幸福吗 幸福 幸福是吧 那还来我们这干嘛 都那么幸福 还来我们这 保卫我们的幸福啊 保卫啥幸福啊 我俩的幸福啊 没人干预你们的幸福啊 你的不幸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呀 他愿意跟你在一起 不结婚 就这样 守在你身边 直到有一天 拨云见日 你父母熬不过你们了 同意了 你们俩就正常结婚 现在过幸福的日子 不就完了吗 那个说怕负不了责任 怕辜负别人的是你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怎么解决 你辜负他的问题呢 就是想让专家 咱说点心里话 纠结在哪 为什么难受 就是也想说服自己父母吗 想问问 在座的各位怎么说服 那你可以是说 今天我们俩来 我是要坚定地 跟他在一起 老师们 你们教我一些 说服我父母的方法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确定吗 确定 来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恋爱谈的是真有意思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我是觉得 大家都真诚一些 不要活在自我 我们下午了 我们下午后 我们下午了 我们下午了 这边 把小子 还让你进入 在这边 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黑帐被他偶然看见了 这个偶然是不是技术性操作的结果 谁知道 反正他得看见 我对你好多不满意 最好你多听听话 那本红帐什么时候用呢 关键时刻用 刚才在现场关键时刻用 我们看到对方泪如雨下 操作成功 高手 第三个高手 赵川现场反复问你 分手了你要如何 分手了你会做什么 分手了你的生活会怎样 我不知道 我不敢想 天哪太可怕了 让他去想 让那个23岁的心软的大男孩去想 他想得越可怕 我把他在手里攥得越紧 你敢想你跟你女朋友分手 他日后的日子会有多么凄惨吗 他要是现场公开说一声 分手了我可能会难受一段时间 然后生活还是要继续 你轻松了 孩子 他能让你轻松的下决心 跟他分手 123高手 孩子 这段爱情美好吧 付的代价是什么 付的代价是一言九鼎 回去我跟我爹妈做工作 而不是把爹妈的反对挂在口头上 让对方老觉得 天哪他会不会分手了 我要不要去说服他的爹妈 谁的爹妈谁搞定 这是你要这段幸福的代价 你愿意付吗 还有 你还要付出一个代价 尽快成家之后就得立业 因为他33岁要孩子 这个代价你愿意付吗 说这是吃糖的代价 愿不愿意付 我在努力 要努力 愿不愿意 我们没问你努不努力 愿意 那把糖吐出来的代价 你愿意付吗 把糖吐出来的代价是 我要跟你分手 分手之后我内心深处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自我谴责 天哪我耽误了人家 一年多快两年了 人家曾经带我那么那么好 我跟他分开之后 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办呢 这种自我道义谴责 这是一个代价 你愿意付吗 愿意 你也愿意付 你又都愿意付了 然后一边口头上说爱着对方 一边我爱下去的代价是爸爸妈妈反对 我真的今天来这就是想分手 好合好散吧 这是你愿意付 你跟人家分手的代价是 天哪我分了手之后 他哥怎么办 所以我来到现场 诸位老师给我点建议 我们没法替你付代价 孩子 我们没法把你内心深处 谴责自己的那个声音 给他屏蔽掉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声音 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躲不开那个人 所以 既然明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明知道自己有多不坚定 你就本着别耽误对方的时间这一点 咱是不是也该决断了 对于男生啊 你真的装得有情有义 装得很有责任心 但是 你为什么到现在跟他分不开 因为没有更合适的出现 你的前女友 如果对你真的表达了什么 你是真的可能会走开的 但没有 这个是你们的理解 我不用管我理解 至少我知道 如果我有爱的人 而我知道他年龄比我大 我知道他想结婚 那我要做的是守护他 不让他心里边有任何的存疑 我不让他猜忌 我不让他担心 我不让他害怕 他明明知道我父母 在那希望 我跟他分开 他明明有那么多担忧 我怎么还能再制造一个 担忧的事情给他呢 我不可能做得出来的 所以你没那么有责任心 你没那么爱他 至少在二月份的时候 你都没那么爱他 否则你不会说出那句话 我们好好相处一个月吧 真的爱人 明知道他离不开 你跟你分开 有挖心的痛苦 你怎么能说出那句残忍的话 我们好好待一个月 然后我跟你分开 你不觉得很残忍吗 这个是我们两个商量出来的结果 你别说商量 是你提出来的 所以你不爱 这是我说的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爱他吗 你不爱他 你一直在说我喜欢他 从头到尾在台上 你全说我很喜欢他 我真的好喜欢他呀 我太喜欢他了 所以你装得可怜 单纯 然后贪的是你想要的快乐 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我可以不跟你结婚啊 我可以等到你父母同意的时候 我们再在一起啊 你明知他的父母是希望他找一个 踏踏实实 稳稳荡荡 且年龄相仿的人 结婚 我不管他父母对他评价什么 但他父母是希望他结婚的呀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要跟你共同去说服你父母 无论是用责任的方式 还是有担当的方式 让你父母看到 我们在一起是能够有责任心的 你没说 你反而说是 我们就快乐了玩就好了 不要让父母知道 我们开他心机玩就行了 父母要的是责任 但是你要的是 我们只贪恋我们自己的快乐 你哪里在解决问题 所以贪够了 该放就放吧 不要在台上再去玷污你们 曾经彼此有那么一丝 最美好爱情的时刻了 这是我最想说的 我相信你们是真爱 如果不是真爱 花不了那么多功夫 没有人为一段虚假的感情 我相信我这一部就会这么想了 再来 这个事情 需要 decoration 这一部就已经回来 我相信我 没有人会听到 你也不会再想上 这一部就很想了 这一部就会 我爸说 我还敢进去 你还不让人 我怎么很明白 我我以前有 servic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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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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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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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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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